大家好,上一课给大家讲了安卓项目开发的一个完整流程 这一课我给大家接着讲项目开发当中的架构是如何搭建 项目架构搭建,首先每开发一款应用时 我们在一切准备究绪后就投入了真正的编码过程 在编码前为了项目后期的版本维护,需求拓展,以及团队的开发效率 我们必须给项目搭建一个高质量的架构 下面我们就根据实际需要学会项目架构的搭建 第一步,创建Library资源库,集成项目可能用到的工具类,资定空间,第三方包等等 好,我们先打开我们的Android 466,创建一个新项目 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叫美图秀秀吧 美图秀秀 好 我现在给大家创建一个Hello World项目 这个IDB有点慢 然后我们下面紧接着看下面的配置 第二步,配置项目基础参数 如SDK和ADT的版本,系统签名等等 第三步是根据需要创建SRC底下的目录 目录严格按照命名和规类的原则进行 这个之前给大家在Android应用管理当中也讲过这一点 然后第四步是在SRC创建 Jour和它没有对横竖屏兼容的目录以及这个Adams,Stream,Stile,Ary,Color等资源的配置 第五步是这个SWN,就是应用版本和代码的托管平台 你选用加入SWN或者是GIT的话,你把这个客户端也要继承进去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项目,Hello World的项目 切换到Project 好,这是我们的项目嘛 我们的项目,Hello World的项目创建好了 创建好了之后,紧接着我刚才给大家说了 创建这个Library项目,Library项目是不是从这个创建 你假如没有的话就从这个创建吧 导入也是一样,从这个导入 我这里给大家简单创建一个吧 叫Android Library 好,下一步 我们Library叫CustomLibrary 好,完成 创建好之后,我们紧接着看一下 这是APP 看一下这里 为什么会报错 好,报错了 然后你创建好Library之后 首先打开这个Build 看它是一个Library吧 好,我们紧接着打开Setting Setting当中看是否已经声明 打开错了 是这个Setting Setting.grid 好,这里有了吧 一个是APP,一个是CustomLibrary 好,我们紧接着再看主项目的Build Grid文件 主项目的Build Grid文件 我们在这边是不是也要导入导入导入我们的项目 叫Project 叫Custom CustomLibrary吧 这是Library创建好了 你在这接下来Library底下就可以写一些资源库等等这类的 然后在这就可以引用了 好,我们紧接着就在这个下面命名这个包 包如何去命名呢 大家看一下我这一块CAMM 麦子学院美图秀秀项目底下的美图秀秀项目 这没错吧 好,我们紧接着创建第二个包 第二个包 Attuity 是吧 一堆的Attuity吧 紧接着我们再命名第二个 好,示威器吧 一些示威器 然后紧接着是下面的 Network 就网络请求 Network Or Work Network 好 Network网络请求完了 还有一些什么呢 还有一些 是自定空间吧 叫WedKit 好,自定空间 然后我们紧接着下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工具类 Utils Utils Utils完了之后还有一些什么呢 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interface类啊 或者是抽象类啊等等这些一些实现的类吧 你带实现的类吧 DB 数据库吧 好 DB 还有一些是什么呢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算法 这算法刚才我给大家讲到了 这个里面用到的一些都是一些自定空间当中自带本身自带属性当中 里面提供了一些逻辑处理 这个逻辑处理一般都是一些公共的方法等等这类的 Command Method 大家这个分类概念现在已经有这个概念了吧 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你看比如说写的界面 activity 或是adapter 然后还有一些公共方法 还有数据库 带实现的类 网络请求 工具类 自定空间 当中这类的 这些就是它具体的一个分包 还有一些插描 插描当中我给大家是刚才讲到了 一些job 这个就不说了 这个里面给大家分的是一些适配的一些像素大小 然后刚才说这个layout指的是什么 这个layout指的就是我们通用的 假如说有一些横屏或竖屏的话 自动去找的一些这个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给创建的时候一些文件夹 比如说这时候我在实现一些横屏的 横屏的 团团 好 还有一些是什么呢 还有一些是 竖屏呢 就比如说 横竖屏嘛 land land 好 这是竖屏 这是横屏 创建完了之后 我紧接着 我给大家说了一下 这个values values里面有一个dimens里面设计的这些是不是一些这个像素大小或者是说dp的大小啊 里面就比如多少像素你直接引用2点 dimens里面的哪一个就是它数字数字也比较随意写因为随意写的查面文件这样的话你改起来万一调整个界面像素是不特麻烦 找他们到处找在这命名好之后直接在这一改就可以了吧 这是stress stress里面设置的都是一些定义的一些都是文本信息 然后style是什么 style指的是一些界面样式悬浮框样式 还有一些这个activity的样式等等这类的他都在这 还有一些资源就比如说我们要创建的是color吧 大家知道是什么是颜色吧 里面定义的颜色 比如说里面定义一个color buttoncolor buttoncolor 比如说里面定义的是半透明吧 就比如说5560这就定义好了等等这类的你就在这依次写 它的颜色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数组啊等等这类的 比如说数组啊我们再看一下啊数组为什么定义数组呢大家想一下 因为你这个程序当中有可能用到的一些集合就比如说这个集合当中给举个例子吧 啊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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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 里面它有个atom 比如说北京 然后上海 成都 那这类的 是不是 array 字架文页当中是如何去运用呢就是2点 呃 array resource.city吧 啊 2点 every.city 就是我们这一刻得到的就是个数组它这个只要是ares它后面全是数组 这个大家下去可以实践一下 还有一些资源信息 比如说还有一些 再给大家定义一些atis吧 一些资源信息这资源信息是不是一些自定义属性啊等等等等 还有一些步行啊还有job style color style 还有demand job 这个选择器吧job里面在这主要定义是一些选择器 给大家举这些例子就是说 你在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在这里面去 声明相应的 比如说的这叫button 你在这边定义它里面就是一些error 叫button 叫button chilebutton 好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就是一个 基本属性 好 这给大家讲完这个values底下这些资源了 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到你所有系统用的都是都在这可以配置啊 是不是 这是主包 然后这是 rs 底下的 利奥特 还有values 这配置完紧接着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是不是 svn 是在哪呢 我们打开这个open setting 首先先检查一下这个 项目依赖是否成功 好 这依赖一个微器包还有一个系统 label 然后我们紧接着看下这个 setting 好 版本控制 好 版本控制当中有 呃 hub 还有一些vcs sg git git 还有svn 吧 假如用的是svn呢 这一块就引用你本地svn安装的路径就行了 windows在c盘 mac要是在文档或下载当中 里面安装的例如他这一块 user 这个桌面 哪一块 这一块引用的就是客户端这个svn exe 可运行项目的一个 和文件的路径 git是什么意思 git也是一样 这一块 也是引用的是betagit se 可运行文件 github github主要是你上传这个项目上传到哪 去目录 我项目分享出去 等等这里 这就是我们一个玩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 项目的架构的一个 搭建 搭建完项目架构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愉快的 写代码了吧 实现我们的功能了吧 好 架构 就搭建到这里 好 我们下一刻就开始给大家 来讲这个关于内存的这一块 如何去管理 好 这一刻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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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